大家准备好出发了吧 离开住宿十年了才刚刚开始歌唱 我们又一次行到在黎明时分 这一次我感觉好多了 即便更久了睡在同一个房间 比我想象的还要拥挤很多 KF进导开始紧靠着我 比一次更甚 他信守承诺不要把我们的对话透露了 确实说他表现好像说了什么 都没发声一样 我想我更喜欢那样 至于森林看起来比重平静多了 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比较好的吧 Gab回答了Everyway格置的问题 由于做我非常多打包的工作 他看起来非常疲惫 我想试的 祈祷渐渐渐的森林配合吧 Gabbs做完很好 停在门前注视着我 Mabara站在他旁边 软件相信一捉摸像是松了口气 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告别了 我很快就回来 一看到那对夫妇 Beeb从能及松脚挤出来 轻快地走过去 他伸出一只手 Gabbs有些有欲握住了 Gabbs 感谢你让我们住在你美丽的家中留宿 这家经历也算是我的一生 这也太夸张了 一路顺风啊 要露出自己最灿烂的笑容 哦 我们会的 放摸摸摸爪子 之后Cliff回到我们这里 还知道自己的营地在哪里吗 毛小子们 就被大家点点头 我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扎营 居住地大约一天的路程 好 我必须多加小心 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 他轻轻看着口气 要绕笔一点 就算平安抵达了 我们眼前盘清梯点 地盘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有驴子跟车 我们也法带上收入不及 给前往居住地 唉 他选择很低落 靠着我们自己 空地有多少的 就是假设东西都还完整 而且还尽可能多地期待 那些不给 这支撑我们的返程吗 居住地能不能补充后援 还是个未知数 很难说 最后人都沉默了 以席中我们也得选 不是吗 最后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靠土地为生 我将很无辜都还充裕 只知道去哪里找 提醒你们 有毒物 有精灯也不在手术 我们都叹了口气 我以为 我差点以为这边身体 找不到吃命的东西了 看来还是有惊喜等着呢 我们可能尽可能要多备着水 以防高温天气 外面还很冷 应该暂时没事 是的 直到正午 在拿之后 趁现在还不太热出发吧 他只能朝Avery的碰文回首告别 但对方已经关上了霓雾的门 根据Avery的地图 我们回到小金路上 领队是他和嘴比达雅 嘴比达雅 说我们沿着正导路 走到地上个插入口 不着急的话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现场天气依旧凉爽 我们少出了不少汗 路上也轻松很多 我处于Modork和Cliff之前 熊和沙烩不疾不语地 寻走在我们前方 我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你笑啦 我花点时间才意识到 他在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他自己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笑 我轻直的微笑 难得一见你景色 是是 你应该清醒我 没有收费 反正是Cliff 昨晚的停留有关吧 我只是去拿包里的东西而已 我把平时用来 插引之不放错的地方了 然后 在里面待了整整一个小时 很难找啦 你们可以告诉我真相 我不会指责什么 Ciff用比之前稍微大的声音 取了Modork 小声点 他们会听到的 回应商场间 啊 现在你在乎 安静了 尿的脸好像跟甜菜 他扭开头 差点被路上说是锁半岛 沙烩无意地又听到 他等过声 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 没事吧 还好 我只是 没注意脚下 抱歉 让你担心了 沙烩等了一下 只要Ciff发出耳的一声才一声 它是在等一个名字 Tesila 是这样的名字吗 Tesila 沙烩 不好意思 我要记一下那个 名字 它用手指 木字走到旁边的时候 它是 I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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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唉 英文真的烂爆了 Tesila 和Isuka 了解 好清线的名字 二位是居住的地名吗 但我觉得Cliff是讲废话 那一次我们出山的地方 你们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我都不知道可以现在就问 还是过去亲自体验呢 我笑到我只能俊了起来 你太多话 哦 呃 请电话 我 Isuka又没差别错了什么 Tesila回答他 然后笑 他不是故意吓你的 我总是演示要居住地的消息 却不知道自己该期待什么 可以理解这边是本身不值得期待吗 唯一的其他就是能走出这片生理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厌均这些书了 我多了可信在路后的笑 在暗城 撇开死亡不堂安 我还在两天前完成一整机子自然摄影啦 他拍一拍那可告 像往常应该挂在脖子上的相机 他没有被这个数字挂走真是个奇迹 总是学到东西跟我写一本书啦 至少这两个人过得很开心 不知道我们离回音城 回音城 回音镇还有多远 唉 连那个圈有多远 队伍队前方传来杰比达雅和Avery的调谈声 你确定是不是用哪地图拿反的啊 就那一次而已 很多个一次 然后如果好不好 JIP 都过去三年了 Clip意识了我们一下 石培 他竟然刚早 Modork就朝了一个眼神 海带会甩着尾巴 于是我跟上了Clip 去了Avery和杰比达雅那 他见证翻了个白眼 但是现在和Modork独处 我觉得自己受了Hard的盘问 怎么了吗 Avery看了我记得转过头 有个大雅觉得我看不懂地图 我们半个小时前应该进入一个插入口了 可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说什么 路没有错 我心里有数 就像昨天那样 哼 我感觉是中正你本身在误导我 或者你是看不懂地图 还有就是 突然的状况又出现了 不会吧 怎么可能 又或者是 你想让我看到什么 Modork的声音 严肃一句 吓了我一跳 我都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过来 你这么觉得 他先是指引我们找到Avery的营地 然后是Avery的父母 听起来很荒妙 但是 Clip有怀疑的笑了 妙论 你当时证明这里有生命吗 树当然是火的 不过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是一派胡言 好吧 那你觉得直觉要各个很有高见 这种现象 就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说明是不会在生意人间的时候 连根拔起 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的 那有个袭击我们的营地的东西呢 所有看到不经相同 老鼠 狐狸 Sam更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这也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吗 他又陷入了什么 我们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吧 一旁就不带亚天的下脚步 他的伊斯卡不小心撞得上去 停一下 你们看到了什么 他指的上面 即使小剑有稍微有些疏忽 看起来像是梦头梦头梦 那一栋处材 哪里不该有东西才对 我来过这里有数次了 这不应该 但他就在哪 这样不希望我的话 这么快就应验了 他笑得很轻 也许你们那里的学校 应该顾我当教授 那 那我们要不要去调查 他的知识生理半数单词都难以理解 狐狸幼化中已经没有效益 这我们已经要做什么 不是凡事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吗 他一定是从那种房子 这 这是我们应该调查的原因啊 阿多列也逞强骗不任何人 那里也许我们有办法用得上不济 又或是一个在门前魔斧头的疯狂杀手 靠 我猜大伙想看到类似Avery家那样的建筑 但这不过只是个小梦梦 那时候是梦梦的残骸 曾经的窗户已经开裂 屋顶也被台前手侵蚀 门囊严重变形甚至歪到一边去了 这是何等的荒凉啊 Kiff走进大门 喂 等一下 又已经进到建筑物中了 其他人交代了一下影子 嗯 你们在等什么 你们要跟着他进去吗 想都别想 他脑子里在装了什么 嗯 呃 我对自己人是否穿过门囊表示怀疑 那个哥哥看起来很不安全 我已经一冒这个险 此外照有个照应 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受伤的话 狐狸早上门前溜了进去 我们不常趁心地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 还不如定一个木枝十字架 想进去也认真是蠢套离谱 希望和杀回用梅塞塔与兔相交谈着 那你呢 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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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